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8月初我在前门北京坊吃了一家餐厅,印象深刻 到了8月底,滩奥把北京年度新餐厅颁给了这家店 这就是A01餐厅酒吧 为什么想起来吃这家餐厅呢? 因为疫情的时候有小伙伴点过他家外卖 说牛舌特别好吃,成功勾起我们的好奇心 我一坐下来,还没有吃东西,你看环境,还有这个空调我就喜欢这里了 空调太凉快了 我们点了一些套餐,还单点了一些东西 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忘记点了什么跟什么了 只记得他们的鸡尾酒名字很鬼马 我从地铁出来走过去被晒爆了 就点了一款很应景的当季特调 太阳正毒,汗流浃背,赶紧买根冰棍吃 太阳正毒,汗流浃背,赶紧买根冰棍吃 很符合我进来之前的那个状态 哇哟,有点烟熏的味道 这是一款很man,很冰爽的鸡尾酒 真的像吃冰棍一样冰爽 喝得出来,八台水准不错 我看他们有个配9小时的菜单 晚上9点到凌晨1点供应 有炭烤鹅干扇贝,红酒牛舌面等等 我可能会晚上来喝喝看 这是小半点的下班路上暖风扑面天色橙红 貌似比我那杯好喝 我好想喝这个,这个稳定的有股奶油的香气 三浅的无花果面包不错 膚质网状结构坚韧扎实 唐渍的无花果香甜 这个很像我自己做的欧包 别说话,我都理解 对你的小姐姐又出现了 抹上黄油更好吃 吃到这个面包对他们的出品,好感度大增 鹅干棒棒糖,哇 像个盆栽拿上来 它玉米好像打包回家,包玉米水啊 嗯,有鹅干,树莓和跳跳糖,奇妙的搭配 巴西芝士球是用牧鼠粉做的 所以像马鼠一样QQ韧韧的口感 聞一聞,还有像臭脚鸭一样的芝士味道 香呀 上了几道头盘都是这样很精致的小食 走西班牙塔帕斯路线吗 味道非常不错,有创意 摆盘大量用红豆、黑豆和薏米 我好想打包回家爆糖水 这道炭烤鰻鱼很喜欢 鰻鱼柔润爽弹 下面的酱汁味道我已经忘记了 店底的炸海苔脆片 带来crispy的口感和海洋气息 topping是一片秦王葡萄 太妙了,轻轻的果香 把鰻鱼从油腻的边缘拉回来 很平衡 这就是我的小伙伴大赞的红酒烩牛蛇 这一份是两个人share的量 味道怎么形容呢 就是能想到的红烩味道 在这道菜完美体现 一共三块,无所 一共四块,我没看到别人的 no no no,我只吃了一块 这边有,这边有 谢谢 给你 谁说这是给你的啊 给你 优点是好吃 缺点是太好吃 吃不够 显得量太少了 蘸面包吃一定很好吃 这个蘸面包拌饭都好 拌饭拌面 带大家看一下窗外的风景 很local很老北京 我看某平网上有人说 这里是北京最美日落餐厅 我倒了一张图 可惜现在天黑的早 来吃饭估计看不到了 这块是单点的M3加澳洲安格斯带骨肉眼 看起来平平无奇 用叉子插一块肉 马上能感受到肉质软嫩多汁 吃到嘴里充满脂肪的香气 有某些店M7M9的品质了 我看菜单有一款 M7加澳洲和牛嫩煎肉 我已经想好下次来点什么 这点意面是小班单点的 我没有看菜名 有章鱼腿 红色的酱汁 以为是拿玻璃风格的海鲜意面 我一吃 哇好惊艳 蟹粉意面吗 很像蟹粉的味道 小班说这是泡菜培根意面 他们把泡菜培根打碎了 和章鱼碰撞出蟹粉的味道 高级 我回头自己做试试看 吃了牛排之后 我就知道他们家是很低调的风格 不谷碎食材啊 做法啊这些 比如说到菜单上写的是波士顿橘龙虾 我一吃又被惊艳到了 先听听著名摄影师刘展云怎么评价 嗯 好像 调味道很好 嗯 烘好的香气 这是Logster Semi Dough 塞美多龙虾的做法 先把龙虾肉拆出来 炒一个法式白芝龙虾的底味 然后酿回龙虾壳再烤 我开始对这家餐厅的背景 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又到了最开心的环节 啃骨头 贴骨的筋膜和脂肪太香了 我想起来了 他们的牛排是低温慢煮的 怪不得M3品质的牛排 都能做得这么嫩 这道海鲜烩饭用了大量帕马森干烙 跟前面的意面 龙虾都能排到我今年的年度最佳榜单 饭有股 像羊乳酪的香气味 最后我把意面和烩饭光盘了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在 我能把盘子舔干净 最后三道甜品 除了冰淇淋差一些 其他两道都很喜欢 我看到杯垫上写有深圳的英文 我就搜了一下 原来A01 这么充满北京雄性荷尔蒙的名字 竟然是深圳开过来的餐厅 还曾经排名深圳威士忌 GV酒吧第一名 出品优秀 不宣传 不炒作 这样的餐厅太值得向大家推荐了 我们十个人点了五套双人套餐 还单点了一些菜和酒水 最后结账4136 人均400出头 吃到这么顶级的出品 觉得很超值了 虽然已经吃完了甜品 但是看不得旁边桌有剩饭 吃饭点麻烦吗 有吃饭 二爷再来点 刚才你就吃了一勺 那你可以直接拿着吃 太多了 你可以直接拿着吃 真的够了 我已经用甜品盖好盖了 再开始吃了 这家店真的出无意料的好吃 环境又很好 我决定找一天晚上来试他们的酒 还有他们的宵夜 在北京坊这个地方真的打破了 人们觉得旅游经典没有好吃的 这个固有的印象 有很多好的店 我觉得都值得来探 我是无所谓 一个要减肥的吃货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投币转发 谢谢大家